我們今天這兩節課應該會把繞設最重要的概念把它推出來 那我昨天跟大家講 你要先有一個基本概念 就是說這裡繞設看起來叫做單峽縫 可是實際上它就要視為非常多個點光源 所以我昨天再畫的時候 我只有畫三個來代替 其實你可以畫很多個 那每一個都是一個點光源 所以它就像四面八方發出去 四面八方所以每一個都有各個方向 那老師現在畫三個方向來代替 所以每一個方向你看 我用紅藍綠來代表不同的光源的話 每一個方向統統都有這些 然後這裡因為再來就是這個L 遠大於W 所以然後這些光靠得非常的近 靠得非常近的話在我們在照單峽那邊講 其實這邊推導跟單峽那邊有一些類似的地方 那也有不一樣的地方 同學要去把它做比較 類似的地方那很好 那就一起學就好了 那不一樣的地方你一定要特別把它抓出來 那這裡這一群光去到遠方 如果它們變成建設性干涉它就是亮的 如果它變成破壞性干涉它就是暗的 那當然它會比較複雜 因為我們當時在講雙翹鳳干涉的時候就是兩個光源 那兩個光源很簡單嘛 建設性干涉就是波峰破到波峰 對不對 然後那個如果說是波峰破到波虎 那就破壞性干涉 可是現在如果很多個 對不起喔 季度不是三個 三個只是代替而已 代表而已 所以如果很多的話要怎麼弄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討論 好 所以這是昨天第一個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要把它稍微 它幾何的圖形畫出來一下 昨天寫到這邊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討論的是它的光層差 我剛剛講過那個很聰明的方法 我們等一下講 我們就先把這個幾何的概念弄出來 好 這裡面我們要討論的光層差 因為這裡面這麼多的點光源 所以你要討論誰的光層差呢 當然不可能說討論每一點 所以我們討論是頭尾兩端 那老師現在就會用A珠來代替 其實是跟課本後面配合 那你常常在那個題目啦 或者文章裡面會看到 他就講狹鳳兩端的點光源 但是就是A珠 狹鳳兩端的這兩個點光源 好 這兩個點光源發出來的光 抵達P點的時候 它的光層差DeltaL是多少 好 因為我現在只有討論兩個點光源 所以它光層差其實跟雙狹鳳非常像 也就是說你可以直接從這邊 來這邊畫垂線 那同學還記得吧 我們講過這兩個是幾乎怎樣 哈囉 來 我們說這個如果很小的話 這兩道幾乎什麼 平行 平行的話這兩邊一樣 所以來這邊珠這樣畫下來的話 這一段是不是就是一樣 是我們的光層差 好 來這一段光層差就是DeltaL 欸等一下畫到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 對不起我把它放大一點 來請問一下畫到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 來這個幾何的樣子跟乾澀是不一樣 所以來請問一下DeltaL 那這個寬A珠的寬是W 然後這個是Cita 那所以這個也會是Cita 所以來請問一下DeltaL就等於什麼 這裡不是D的 來這裡是什麼 W 來W 昨天有跟大家講 這個W的話在不同的書 有一些 有一些是叫做A 有一些是叫做B 知道嗎 那霞凤的間距都叫做D 霞凤雙霞凤的間距都叫做D 但霞凤的寬有的叫W 有的叫A有的叫B 反正就是 就是不同的符號而已 好所以來這個DeltaL等於什麼東西呢 來我們可以寫下來 來 底P點的光層差DeltaL 應該等於PA 減掉P珠 加上絕對值 然後他應該會約等於W 再乘以SineCita 好來 剛剛才講的 來請問一下當你可以寫成他 約等於W SineCita的時候來的條件是什麼 L遠大於大於什麼 W 那這樣子的話 這時候你就不要去寫了 不要說 那這邊接下來是不是要討論光層差 我們還不知道 我們現在只是講光層差等於這樣子 但是光層差等於多少要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好 那再來 一般的情況之下 來那個 W也會遠大於大於Lambda 來一般的情況之下 因為W要寬嘛 寬大概也是0.1毫米左右 像昨天大家拿到可能0.1毫米 那請問一下0.1毫米 0.2毫米 來比起光的波長還是怎樣 失敗大很多 所以W如果遠大於大於Lambda 這時候來殺SineCita也會很小 SineCita很小 所以來這個 同學記得嗎 SineCita很小的時候 遠大於大於Lambda SineCita很小 好 那這裡面跟SineCita相關 可是我們最常要討論的是 這個P點所在位置的Y 他跟中央線的距離Y 請同學不要忘記 因為我發現 大家 最後常只記得DeltaY是什麼 你要記得這個 現在這個主集合圖形 在這個三角形 綠色這三角形裡面 請問一下 這是Y 這是Cita 這是L 所以Y也等於什麼 L在乘什麼 是不是LtanginCita 好 所以來他就等於LtanginCita 可是也是告訴你 他同時也約等於LsineCita 約等於這樣子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 接下來要討論每一個點的時候 來就討論它Cita是多少 然後再來它Y是多少 就這一點是亮文的時候 來它對應到的Cita是多少 然後它這一點是 暗 還有它的Y對應的是多少 就跟那個在講干涉一模一樣 好 那個要往下面講 因為我就覺得課本在這邊編排上面 稍微就是稍微混亂一點 我先把那個基本概念跟大家講 就到底光層是要等於多少 之後它會是亮的會是暗的 那首先 沒關係第一個比較最簡單 第一個 在這邊 這邊 第五個 等一下我們先討論這邊第五個 來 中央亮文 我們這邊比較先討論簡單的 就是中央亮文還有暗文 等一下你就知道為什麼要先討論這個 好 首先第一個 我們先討論中央亮帶 的位置 好來中央亮帶的位置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來就這個圖 來大家看看一下 來如果在這個圖裡面 來所有的波源都往正前方走去的時候 來大家都往正前方來 全部都讓水平走過去 請問一下 來他們抵達正前方之後有沒有光層差 沒有 是不是 所以他沒有光層差 來虧來每一道 如果有一道波封底達 其他是不是都是波封底達 有一道如果是波封底達 是不是全部都波封底達 所以這太簡單了 來這一道 當然他們一定是建設性干測 所以一定是什麼文 這樣 但這個話應該講是正中間 那這裡旁邊它有多寬 對不起 其實我們現在有多寬 我們還沒有辦法討論 你記不記得我在講干測一直在跟你強調 之所以會有亮帶 其實是因為有什麼 為什麼會特別講到這邊是亮的 因為是不是有暗的 如果沒有暗穩的話 請問一下有沒有所謂的亮帶 沒有 所以我們要來討論它 亮帶的寬度的時候 其實就是要去找暗帶在哪裡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寫 來在這邊 先把中央亮帶的中線 嚴格的講是中央亮帶的中線 在哪裡呢 第一個就是在CETA等於0 我剛剛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就要找它的位置 第一個位置的敘述一個是CETA 那這句話先把它劃掉 這句話把它劃掉 不是重點是劃掉 好 中央亮帶如果是0的話 來CETA是0 來同學還記不記得 我們剛剛講過 來它的那個光層差 當然它就是0 所以來這邊 光層差 因為它這邊的光層差 跟我的光層差 意思不太一樣 而且我覺得課本它在前後 一直變來變去 它有時候講的 來大家看這個圖 它這個圖裡面的縫 是不是畫得很大 來注意一下 我講一下 它現在它這邊講的光層差 講的是這裡跟中間 這裡跟中間 可是它後面又講這裡 就是頭尾兩個 所以我覺得變來變去 你可能有時候會搞錯 所以我現在就是從頭到尾 我都只講頭尾的光層差 所以課本這邊我就不寫 所以我加上一個頭尾 然後就加上AD 好來剛剛講 來光層差是Wsin 那現在CTA是零 所以它當然也是零 好來它當然也是零 然後再來 好這時候CTA既然是零 所以對應的Y當然也是零 Y當然也是零 Y的位置是零 沒問題 好這時候所有的配對光線 產生的是建設性干涉 所以在屏幕上這個地方 會發生中央亮帶的最亮部分 好來這是中央亮帶的中線在哪裡 我想一點問題都沒有 好那接下來 我現在我先把這個圖 你不見得需要去畫這個圖 這等一下我還會在課本裡面 你先把畫起來 你先聽我講一下 好我現在要把 我要先把整個他到底怎麼樣 去討論亮帶方式跟你講 好假設說這是我們的霞鳳 對不起喔 我們為了要把圖畫清楚 所以我把霞鳳畫得很大 好然後我現在想要討論 其中有一道 有一個往某一個方向的光 來往一個方向的光 那這些光 我們講過來他們彼此什麼 平行 好來那這是我們的A 這是我們的豬 來這OK吧 好那從這邊畫下來的時候 來那我們講過這邊兩個路程走一樣 所以來光層差ΔL 是不是就這一段 那我們現在就要從光層差ΔL 等於多少 如果 因為我們每次講半天 都有人會忘記老師前面在講假設 有的時候老師為什麼ΔL等於λ 因為ΔL等於λ 我現在是講說如果ΔL等於λ 等於λ 那當然你可以再繼續畫啊 譬如說我現在 嗯 如果我現在再畫一道 好來這邊再畫一道 好假設是這樣子 對 然後在這邊這邊也再畫一道 嗯來這樣畫一道 來畫這兩個 好那這時候再畫下來 來那這段對我們來講 來是不是也是ΔL 對不對 那這ΔL顯然會比這ΔL怎樣 那我現在我裡面的ΔL這些東西 對我來講 反正是一個位置數 是不是 所以我就任意代替 好所以我們要先不要管它 我不要把圖畫太複雜了 好如果現在ΔL它是λ 那它做的方法是這樣 我們現在就從這邊 這邊如果有個終點叫做Δ 大家看喔 來這段如果是λ 來那你告訴我 來這裡Δ這段發出去的 也是一道有一道平行光 請問那這一段就是多少 這圖應該清楚 是不是就是λ 這是2分λ 來這就是2分λ 好來再看一下喔 來最特別是下面這一個 好我現在如果在 珠的下面選一點波元 好來這一個 我把這角叫做珠' 好然後我同時在Δ的下面 跟那個珠跟下面那一點距離 來一模一樣的地方來取一個波 來這個叫做Δ 這是珠' 這是珠' 好同學可不可以告訴我 珠'跟Δ的光層差 來這兩道黑色的光層差是多少 這點之後能不能這樣打 OK齁 好所以再來 你當然說那我還可以再怎麼辦 我再換一個顏色 於是我再如果在下面再選一個點 好來這個點叫做珠' 好然後這邊再選一個點 好一模一樣對應的位置 來這個叫做O' 好來橘色這兩道 來請問一下它光層差是多少 是不是2分之λ 好來注意聽囉 所以也就是說 我如果在這邊上面找到一點 下面就可以找到一個對應的點 來這兩個點 來他們的光層差是多少 2分之λ 所以呢 來 珠跟O 光層差2分之λ 所以來他們抵達遠方 來珠跟O 會變成什麼 甘色 哈囉 來 相當2分之λ是什麼 破壞性 再來 珠'跟O' 來也是相當2分之λ 所以也會形成 破壞性 再來 在下面這個橘色跟這個橘色 來也是什麼 也是破壞性 也 所以我剛剛講 來我把這邊翻成兩組波源 上面這組波源 來跟下面這組 就是可以找到一個對應的波源 相差都是2分之λ 來就會量量怎樣 量量會互相 都是破壞性干涉 來通通都抵消了 所以最後在那邊會變成什麼紋 暗層 暗層 所以如果說來 你發現有一個兩道光 結果頭尾 那我只要看頭尾 就可以知道裡面 頭尾的光層差是浪檔 那我就會發現 藍色就是暗的 等一下 這就是跟干涉最大不同 這樣 大家記得嗎 來干涉如果兩道光 來他最後抵達那邊的波層差是浪檔 來請問他這樣是暗 兩 因為他只有兩道光 那我現在這邊不是兩道光 這兩道光 只是我用來縮離光是差的地方 那 所以當你這邊是浪檔 之後來這裡面 我們就會發現可以這樣做 好再來 來更有意思 來如果這時候 我們是 二浪檔 來對不起 來這邊 這邊是二浪檔 好大家很容易可以猜喔 來你知道嗎 我現在要把A珠分成幾段 來雅琪加油 來請問一下 來請問一下 如果這裡是二浪檔 來這一段是二浪檔 於是我就可以把這邊的光源 A珠這個光源來分成幾段 四段 四段 來你看齁 來這邊有珠 這邊有O 這邊有A 來於是我在中間的地方 再取一個叫B 來這個地方 再取一個叫C 那這裡是二浪檔 所以來珠跟B 來珠跟B就會相差多少 來這裡是二浪檔 然後這裡是取四段 四段 來四分之一的地方 所以來這邊相差多少 二分之浪檔 來珠跟B相差二分之浪檔 所以珠下面一點跟B下面一點 也相差二分之一浪檔 所以來珠B 來珠B 來珠B這一段 會跟 那個B O這一段會互相怎樣 是不是抵消 來 你這邊如果有問題要隨時講 因為我的重點就是在這邊 後面的話就是數學 很快就可以推倒出來了 所以來你會發現 當你等二浪檔的時候 來珠B跟 BO 來是不是會抵消 好再來 那剛剛這個O這一點 來跟C 在這裡 來請問一下O跟C 來一個是在二分之一地方 一個是在四分之三的地方 來他們兩相 他識別是二分之一浪檔 我講這個圖應該畫 應該是很清楚對不對 好於是 O跟C就抵消 O下面一點跟C下面一點 來是不是也會兩兩抵消 所以來當你是二浪檔的時候 來我們就分成 來幾組 四組 分成四組 來是不是兩兩比消 好於是 來你更清楚 來如果今天是三浪檔 所以來我可以分成幾組 來如果現在這個波乘差 來是三個浪檔 於是我就可以把這個整個 來對不起來分成幾組 六組 好來我再畫一個圖給你看 好來張妮今天這個如果是三浪檔 於是呢你就在這邊分 來這樣分 好來那你可以去畫這樣一個一個這樣畫下去 一個一個這樣畫下去 所以他們一個一個的光層差 來上面這兩個抵消 這兩個抵消 來這兩組抵消 對不對 所以現在就出來了 請問暗文的位置 就是發生在A珠的光層差 來等於多少的時候 就是Lambda的什麼 是不是整數倍 來Lambda整數倍 好所以這個就是暗文的位置 那亮文的位置 好等一下我們再講 我們現在先把這個暗文的位置 把它很明確的寫出來 好來在這邊 第二個來看 往下面看來第二個 好一樣同學先把這句話把它畫掉 來把這個整個鋼掉 好 那個肉攝圖形上發生第一暗文 來第一暗文的條件 第一暗文的條件 我現在要寫的就是它的光層差 A珠的光層差 Delta L 等於WsinZ 然後等於Lambda的時候 好 那麼這時候 我們就可以先寫出來 來它所對應的SinZ在哪裡呢 在Lambda3 W SinZ的位置 好來這把編號E好了 SinZ的位置 是 E寫在這邊好來E 好再來 那它的那個 位置Y在哪裡 來同學看看上面 我是先寫在課本這邊 來這邊大家往上看 請問一下 剛剛講的Y等於L成什麼 LsinZ 所以在下面這邊先寫下來 Y的話是等於LsinZ 所以它等於Lambda3W W分之LLambda W是狭縫寬 等一下 這跟那個乾澀的Delta Y好像 來同學還記得乾澀Delta Y 來等於什麼 D D分之什麼 是不是D分之Lambda 那這邊是W分之Lambda 來長相是非常像 因為你其實很容易判斷 為什麼長那麼像 因為它們在數學 我們剛剛畫它的幾個關係 是一模一樣 只是把那個D改成W 所以來這一個 我也要把它叫做Delta Y 那你現在 來我把剛剛的說明 因為我想我這樣講一講 搞不好你回家又忘記 老師剛剛在解釋的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們現在來抄在上面這邊 好來這邊討論是第一個 第一按文的位置 A圖 大家往上看 A圖 好 然後老師把符號改一下 來最下面那個E那一點把它叫做A 最上面那一點叫做豬 中間它這一點叫做E' 來我根據老師剛剛符號 來我把它叫做O 好那一樣 我們現在呢 來它其實是 因為它其實是討論中間的 那我現在是討論兩端的 兩端的 因為大部分的書其實是討論兩端的 所以這時候你如果從這邊畫垂線下來 來畫垂線下來 所以來這裡 這一段來就是Delta L 好 所以來剛剛講的 如果Delta L 等於W sinc 來等於一個Lambda 然後這時候AO AO 與 豬O 我們不要寫這樣好了 我們寫那個 豬 豬 豬與O 來等光層差 這樣寫 慢慢寫 對不對 對不起 我只是要寫字大 所以我會跨到那個圖 來 豬與O 的光層差 是2 分之Lambda 所以 豬O 與 O A 發出的光 比 P 點 不然那個課本一大堆文字 我怕你這個看半天 看混了 所以大概是這個意思 當然今天Delta L 如果剛好一個Lambda 他一個Lambda 我們就把這整段 A株的光源 分成兩組 好 所以因為是破壞已經干涉 所以他當然就抵消 就變成暗文 好 這時候 OK嗎 所以我說這是一個很聰明的方法 你看 他真正要推倒要用比較嚴謹的數學 好 那我們在這邊用的是大概 我想 我想中學是可以理解的方式來解釋他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剛剛寫的 好 來他對應的Y的位置 來屏幕上Y的位置的話 來就是Lsin 至於他嚴格條件 我最後在一起跟大家講 所以來這個值我們就把它說是Lambda 來剛剛那邊有寫 那這個值就把它叫做Delta Y 所以來注意 第一按文發生在一個Delta Y的地方 第一按文發生在一個Delta Y 也可以說來發生在Sin 是Lambda除以W的地方 Sin 是發生在W分之Lambda的地方 來請問好了嗎 因為全部就是這個第一按文你弄清楚 來後面的就會 就是類似的 就舉一反三 OK了嗎 我要移開囉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按文在哪裡 來我們就看課本 來第二按文來就像這個圖一樣 來這個圖 大家看來這個是A 來這個是豬 好這個是O 對不對 那這個 來這個我們就把它叫做B 來這個叫做C 好這時候把它翻成四段 來翻成四段 好我們再畫一次圖就好了 來之後就不要再一直畫 好來在這邊 來這邊 好所以來這邊這樣畫下來 畫下來 來這就是Delta Y 好 這是下面那個圖 這是第二按文的位置 好這時候 這時候 這時候我們把這個整個光源分四段 來分四段 來 猪B 與 BO 大家看 來猪B 跟BO 然後 Oc 跟 CA 兩兩比消 好 所以這是第二按文 好那至於位置在哪裡 來位置我們就寫在課本裡面好了 有文字我們就盡量配合文字 第二按文發生在 這個A和珠的光層差是在2λ 的時候 好了嗎 快一點 那個對不起 上禮拜的那個複習考卷還有那個 這個禮拜複習考卷 那個結合光學考卷我解答都寫好了 可是我這裡我想這兩天我們還是要先趕進度 我先上傳到就放到雲端 那如果想要看的同學先看 好不好 那如果說看的時候就有問題 我們下禮拜應該都還有時間再檢討 好 有時候很害怕我忘記 我記得複習的我已經放上去了 那幾個光學這張還沒有放上去 因為那時候還有同學還沒考 好來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來大概在哪裡呢 來就是在191頁的最後一段 來第三個 來第二條暗文發生在哪裡 好課本的文字我這邊沒有打算看 來這邊就是寫的 來第二暗文發生在 來他的光層差 老師以後就這樣用寫A珠表示 A珠就是頭尾兩端的光層差 好等於W-Sign-Z 等於2λ 來這是第二暗文 好所以來這時候 來他的Sign-Z就在2倍的λ除以W 同學要跟上面對應喔 好來上面第一按文Sign-Z是λ除以W 來現在是2乘以λ除以W 好所以他位置在哪裡呢 來位置是L-Sign-Z 好所以大家應該可以猜出來 就在2個ΔY的地方 那ΔY是什麼 來在上面 ΔY是什麼 來在上面 稍微看一下 自己把他稍微對應一下 這邊是第一暗文 這邊是第二暗文 來這邊是第二暗文 OK了嗎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好我再寫一個第三暗文 然後再來寫一般推廣的 所以剛剛這邊是3 好來再來是4 靠本的話就沒有寫 來第三 3是sir 好所以第三暗文 就把光層差分6組 這時候 A珠的光層差就等於 一樣WSign-Z 來等於3λ 所以來你就可以寫出來 來Sign-Z等於3 大家可以像老師這麼熟悉的把它寫出來 就我到底要怎麼找他 好來第一個先從光層差出來 好那有了光層差 最後把Sign-Z寫出來 好有了Sign-Z的目的是要寫什麼 來是要寫Y 所以Y就在3個ΔY 好所以 來好了嗎 好所以最後我們就把 我要離開囉 好所以我們就把一般式寫出來 好一般式寫在下一頁 來第五個 暗文 三小鳳繞色的暗文來發生在哪裡呢 好發生在這邊 單小鳳繞色實驗來發生暗文的條件 來就是A珠的光層差 等於WSign-Z等於N lambda 好N值就是123 沒有0 0的話是什麼文 哈囉 請問一下0的時候是什麼文 是不是中央量文 所以他這個 像我們在乾涉的時候 0123都是量文 那現在這邊是分開的 0的時候是中央量文 然後123的話是暗文 所以這邊第一個要知道 是來他對應到的位置 就是N乘以 來那個lambda除以W 好然後第二個 剛剛已經一直講了 來之所以要知道W 之所以要知道Sign-Z是為了要找它的Y 那Y的話是Lsin-Z 好現在應該已經知道 他其實就是N乘以DeltaY 但是不要忘記 來請問一下DeltaY是什麼東西 L lambda除以什麼 W 我說很好記 他跟乾涉是不是很像 這邊是除以W 那邊是除以W 所以這是我們最後重要的結論 把它框起來好了 原來按文的位置 TheSign-Z和W 來分別是這樣 請問到這邊OK嗎 那課本其實它是 來這個圖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好我們現在直接來看 來這個是編號5對不對 那這個圖其實就是它 繞設一個強度圖 不過我要最後再來看 所以我們現在請同學來到192頁 他其實Y 老師剛剛是一併就在 就把Y就討論出來了 然後他在這邊才來講Y 那來講Y所以他已經告訴你 Y的條件需要L Excem-Z 這個L也沒問題 這個L也跟W 這個 這一個是Y L如果遠 Wh 代表SEPA 也怎樣 是不是很小 所以這條件其實也是一樣的 這時候sinθ跟tanθ幾乎是一樣 通通都等於L分之Y 通通都等於L分之Y 所以這個指的就是Y的條件 這是我們剛剛寫的 其實老師已經寫在剛剛那邊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NdeltaY 這邊再度告訴大家請問一下 繞色條文的寬度 跟L乘正比跟W乘反比 對不對 跟tanθ乘 正比 所以一樣來這邊的deltaY 正比L deltaY正比農大 但deltaY跟W乘反比 但是注意一下我還沒有講 deltaY到底是什麼 我剛剛是不是只是在這邊講說這個是deltaY而已 但是我們還沒有跟大家講deltaY是什麼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圖 這個是昨天大家看到的類似的圖 只不過你們看到的時候應該是因為我們是用一個 線光源 你們如果是點光源的話看到是這樣 那因為你是看到很多線光源 線光源就是一堆點的組成 所以會變成像一個帶狀 好來看這邊 如果 我現在希望可以用 我們換一個顏色長這樣才看得到 來 在這裡 來大家看 我用黃色這樣才看得到 這個東西如果 來叫做Y 來現在 來這個 這個叫做Y對不對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叫做中央亮帶 Y是零的地方 來這邊Y是零的地方 寫在這邊好了 Y是零 然後再來 旁邊這邊是 第一 第一暗文 第一暗文來這邊發生位置 來就是一個DELTA Y 再來這邊是第二暗文 兩個DELTA Y 再來第三暗文 三個DELTA Y 來左右對稱 左右對稱 所以這個不用講啊 來我們可以發現 來請問一下一般亮帶的話 來請問一下寬度 剛好就是幾個DELTA Y 只有一個 因為這邊暗文到暗文的距離 是不是有一個DELTA Y 但非常特別 為什麼中央亮文會變成是最寬呢 因為 中央亮文的話 是剛好位在兩個什麼 是不是講的暗文之間 這邊第一暗文跟這邊第一暗文之間 那這邊是一個DELTA Y 這邊是一個DELTA Y 所以來中央亮文就幾個DELTA Y 兩個DELTA Y 這個是它跟乾澀最大最大的不同 它中央亮文 我還沒有解釋為什麼它最亮 我只有講說來它是兩倍 來它是兩倍 所以 這個圖裡面我們現在就往下面看 來接下來我們來看第6點 討論亮帶的寬度 來加油 第一個 各亮帶的寬度就是兩個相鄰暗文的距離 來亮帶的寬度 各亮帶的寬度 來就兩個相鄰暗文的距離 然後那這個相鄰暗文的距離 來就找是圖上的DELTA Y 所以來它在這邊已經寫了 來我們就直接寫到這邊來 DELTA Y是這樣子 但是 中央亮帶的寬度 是中央線兩個D暗文的距離 所以來它是兩個DELTA Y 所以 在丹小鳳繞色圖形中 中央亮帶寬度是其他亮帶寬度的兩倍 昨天有同學已經很快的 已經把後面的題目 有些繞色的題目他已經做了 可是因為他可能也還沒有賭 他以為寬度是類似 他就說為什麼答案會差二 其實答案差二就是因為這個中央亮帶是兩倍 那這其實我們大家昨天都很明顯可以看到 所以應該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來請問這樣OK嗎 但是你會覺得很奇怪 我們好像還沒有什麼去討論到那個亮帶的 對不對 我們現在是不是都是討論暗帶而已 那這個亮帶 他真正的數學又更複雜一些些 所以我們這邊課本其實他用的方式只是在告訴你 亮帶 亮帶就是 暗文跟暗文的中間 他真正的數學是麻煩 我跟妳講 暗文暗文的中間其實有時候 並不見得會最亮 如果真正透過原型數學去相較的話 其實是複雜的 所以我們只能夠去講說他中間這個亮帶的近視位置 來就是兩暗文中間這邊 那如果從這個圖就很明顯可以看到 來請問一下 大家可以猜出來 第一亮帶在哪裡 來這個叫做中央亮帶 那第一亮帶在哪裡 如果從這個圖來看來在哪裡 是不是應該是在這裡 就是第一暗文跟第二暗文之間對不對 來這是不是應該叫第一亮帶 那第一亮帶很明顯 你這邊說是一個丟塔歪 這是兩丟塔歪 就是我還沒推倒 我只可以講 來這邊一個丟塔歪這邊兩丟塔歪 所以他中間大概在哪裡 是否二分之三 是否二分之三丟塔歪 好 二分之三丟塔歪 那這邊就會是中逃 二分之三 還有為什麼他的亮度好像衰險非常快對不對 還有你有沒有覺得這個數學很奇怪 那請問為什麼沒有二分之一 如果按照這個看不過去的話 來這邊是二分之三 再來是二分之五 請問二分之一在哪裡 所以來這個亮帶的討論 我們跟大家來做一點近視的這個說明一下 像這樣 我再畫一個圖給你看 一樣 用黃色就看不見了 現在一樣直色 這樣子 這樣子 好如果我現在 一樣 這是我們的 好這是我們的單峽縫 好這時候 他一樣來發出去 來這邊 一樣發出去 這兩道 對不對 好那一樣在這叫A 來這叫做珠 好這時候 如果這樣子看 好這就是我A珠的光層差 好我現在先討論什麼注意聽了 來我現在先討論這等下課本一樣會寫 如果他是二分之三 我們剛是不是在前面討論是一個 兩個 三個 對不對 好如果是二分之三 那個二分之一 老師等一下回頭講 我們先從二分之三 來看 二分之三 我就把這個分成 A珠分成三組 來課本這邊叫B這邊叫C 好這時候大家可以看到 一樣來這邊這樣子一個一個劃下來 一個一個劃下來 這樣子去找他光層差 所以來大家看到 來這個是二分之三 我分三組 所以來 蘇和C差多少 2分之一 蘇下面也和C下面 哪個相差 2分之一 哇糟糕是不是有兩兩底下了 誰啊誰底下 朱熙和Cb是不是兩兩底下了 好來注意 這個朱熙和Cb是不是兩兩底下了 來剩下B和A有沒有辦法底下 你綿綿想要講兩者 B和A差相差二分之三 問題來這個中間的差 因為大家知道他們靠得很近 他頭尾相差二分之三 這裡面的相差有沒有到二分之三 所以來 A B這一群光源 抵達遠方的時候會變這樣 來我畫給你看 A B的話可能是這樣 他旁邊的 他下面一點的 抵達的時候可能是這樣 錯開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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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是不是 好 這邊暗示你 他們沒有辦法底消 來如果是這樣子 往前講過來 這樣叫做什麼干涉 這是還是憲則性 你不要以為 一定要這樣子 對不起 不要以為要這樣子 完全重疊 給大家記得吧 如果剛好完全重疊 來這其實叫做完全建設性 對不對 那如果我沒有完全重疊 我錯開一點點 基本上我還是撥峰跟撥峰附近的話 這次還叫做建設性干涉 好竟然還是叫建設性干涉 所以來他講完就會是亮來辦的 所以來注意聽了 當我今天2分3讓的時候 我分3組 可是有2組抵銷了 剩下一組 還剩下一組 是不是又建設性干涉 所以來這組是什麼文 是這樣的 可是這亮文 因為只剩下3分之1在做建設性干涉 所以來亮帶的強度就會比中央亮帶弱 而且大家還記得嗎 剛剛 中央亮帶的話 對不起沒有畫出來 中央亮帶的話 大家就是全部一直往這邊走 來那個是什麼建設性干涉 這組大家有沒有光成差 完全沒有 大家全部走路程都一樣 所以不只是建設性干涉 而且還是什麼建設性干涉 完全 所以他其實是不是就會最亮 那現在這個 只剩下3分之1在做建設性干涉 而且是不是完全建設性 不是 所以現在已經跟你解釋了 為什麼 亮帶的寬度是不是又亮 一下子按很多了 來照可以嗎 所以你立刻就可以知道 如果這邊是2分之5 lambda呢 分幾組 哈囉來 一起告訴我 如果現在 現在這邊是2分之5 lambda 我就把A組分成什麼 5組 來我分成5組 對不起 來我們把它分 來分5組 對不起5組會有幾組會不會解消 4組 哇 只剩下幾組建設性干涉 是不是5分之1 只剩下5分之1所以來量帶當然會越來越什麼 是不是越來越弱了對不對 當然還是量的嘛 所以來現在就可以了解了 2分之3 lambda是第一亮文 2分之5 lambda是第2亮文 再來是什麼 2分之7 是不是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可以知道這樣 好 可是我還是還沒有講 那如果只有2分之1 lambda的時候怎麼辦 好我們休息一下好了 來 下次來一下 謝謝 謝謝 介紹 4分之1 5分之1 5分之2 6分之1